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我找到你 其实这个人我之前就找到过了 然后也是我最谢谢他的 因为就是领我进歌唱这个领域的一位 17岁遇到的老师 他让我的人生从此更加的有方向 然后一步一步更圆满 这个是非常谢谢他的 这首歌倒忽然让我想起了 我曾经拉过大提 我人生接触的第一个乐器就是大提琴 是我的父亲就是让我来练 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种交流的一种手段 虽然他已经不在了 其实像这个歌词嘛 曾经不是就是想过 就是你也在乎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心里面每个人都有 曾经的一段最美好的回忆吧 这首歌是徐志摩写的情事 但这个世上可能真的有千千万万个徐志摩 面对的是这样的遗憾 我们作为传达者 在我们的歌声投射出去的时候 他应该要在每一个听众的心里面 我们会投射出万千个故事 我们待会就先直接走Tango的部分 来吧 来吧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忘掉 这个其实是一种感觉 就明明不想说这句话 但是还是说出这句话 对 就是那种矛盾 我们试一下 好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你记得也好 在这交会是互方的光亮 就是这个 哇 好好听耶 我们再来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哦你为自己挑战 有有有有有 对吗 有有有 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啊 而且配合你走路啊 特别有感觉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炫哥叫我唱歌 然后给我鼓励 第一次觉得好像 稍微有点信心 稍微有点信心 跟别人对抗的信心 哇炫哥我发现他唱得好 你好开心 你唱我也很开心啊 他有看到啊 只是你一直 但他唱你开心的次数比我多啊 要这样计较 那你要炫哥怎么样 就是这说明一件事 你平常有练 我们每天都在练 所以你是一个 虽然没有上学 但在家里自修的学生 就是属于那种奸诈狡猾的 这不叫奸诈狡猾的 这不叫奸诈狡猾 都变一个态度 人家用功 你干嘛这样讲 我们有一种同学说 你有没有开说 没有我昨天打电动打得很晚 就考试都第一名 其实你在台上你就是像刚刚找到那个感觉 我觉得就 对因为我发现你的个性跟Jerry的个性就 那个音色跟个性一不一样 又更丰富了 对 你不是Copy版的Jerry 你就是你自己 没有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我懂了 谁会想做啊 奇怪 哥哥们聊一下这首歌舞台的表演形式 原本我对这首歌的编配 一开始的想法就是为了描述爱情 嗯 他们就是其实是剧中人 各自有各自的爱情 各自的向往 Jerry 在前作的部分前面就手写一句话 最后可能云龙过来 拿起身上纸 把这句话的答案又写上去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传达 传送故事 好吧 反正 辛苦了哥哥们 这个点选得非常好 这个曲子里面 我跟真哥比较类似像讲故事 而他们变成是一种 让别人去想象的一个主角 他是把优秀的词跟曲 透过我们自己传达给听者 偶然这首歌 其实关键在这儿 你可能这个之前已经要开始写 这个意思 这是个入戏了 我看你都觉得 我感觉有点感动了 真的别在现在人哭啊 对 今天绝对不能 明天也不能 因为哭了就很难唱 你就看看你写一个字要多多久时间 很快 那行 你写什么 你写什么 张云龙我恨你 然后我就写说 Jerry我也恨你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这整个整个戏就崩了 所以宣哥是从小时就学唱歌的吗 我十七岁之后才学 你跟我问了同样的问题 昨天吃饭我也 对 你是找老是老师教的吗 老师找我 就像那个功夫里面拿了三本书 我看你骨骼轻奇 可是你知道宣哥 我后来认识云龙 我发现云龙明天的时候 跟你的事情一模一样 是啊 他十七岁的时候 他老师也是一直去找他 中冬找他 对 但他老师是跟他说 你可以不要再唱歌了吧 哈哈 有这种事吗 不可能吧 就是送给那个曾经的我 3点26分 在台南淋着一场雨的 那个五月新岁的男孩 KL刘聪 送给镜头面前的你们 不要 不要是吧 不要是吧 好关心 那种感觉 然后歌词的内容也是 就是那种 男子汉的那种思念 夏夜里的晚风 吹扶着你在我怀中 狗哥你试着 夏夜里的晚风 好可爱 先做的最夸张 然后再再再再再 再写 夏夜里的晚风 你就玩呗 好好好 夏夜里的晚风 我给你唱 也挺有意思 我很后 你要唱高一点 再唱高一点 夏 对 夏夜里 你这么会 你的低唱 低唱 跟你来唱 我来唱Rap 因为狗哥今天说 在这个节目 我不唱歌 我不跳舞 我觉得来这边 不会特别去迎合什么 跳 就不行 绝对不行 我还能怎么办呢 如果你知道怎么办 请你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 请各位 收看电视剧 可以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我做这个是为了团队 我真的没有办法 I'll just keep it real 跳舞了 跳舞了 我这搭配音乐 太难了吧 我讲真的 我从出道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跳过任何的排舞 从来没有 这真的是第一次 第一次做这个尝试 再来一次 一个 蹦 蹦 停 1 2 转 转圈 过来 蹦 噓 过来 我是不是听到你骨头在响 不是我 他真的 有声音 真的想放弃 头都洗一半了 就这样子吧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颗寂寞的心的爱 热狗他基本是不计代价了 就是全力的希望这首歌能表现好 我总有感觉就是像大家 都觉得我们这一支队伍的阵容 可能是相对弱势的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 也有点激发我的斗志啊 我们要把 可能大家认为最强的干掉 这才是真正的 YES 阵容里面我们有一个群嘛 我特地把那个群改名了 叫做哥哥们的逆袭 准备开始大逆转 我们再走几次好了 走蹦 走蹦 对对肉脚 六八 擦 蹦擦 蹦擦 还是我们再走最后一次 练往死里练 这种态度好 那我可以动作大一点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五六七再大 嗯 热狗太可爱了 没有 突然感觉热狗的风格变了 没有啊 对不对 狗哥好像放下了很多东西 我感觉他愿意去改变 我感觉他完全在新的一个level 要我跟你跳我的舞啊 来 跳个group 然后 你跳这些也是狗哥会跳的 狗哥会跳 哈哈哈 狗狗真的要笑了 我跟你讲 狗哥太好笑了 狗哥太好笑了 狗哥真的太好笑了 这跳舞真的是他顶爆了 我觉得这个觉得这个 黑怕的新闻世界 我跟你讲 哈哈哈 哈哈哈 太好笑了 再一组 we don't know who's been selected we don't know who's been protected we don't know who's been protected good luck yeah 没事啊谢谢姐 看一看我们队怎么样 看一看我们队怎么样 来吧 得看这边 你的我的 重视看 一二三 一二三 筹票卡 写度 诶 这是 我实力 你获胜 ok 嗯 然后 你得看一下 503 啊 一百分得到了 哦 哇 我们就差距 ok 好 好 那你应该 我觉得这就真名 其实我们 嗯 两对其实是很差不多的 对 就是做的一个很 很好的舞台 是的是的 很遗憾 你通过了 yeah 恭喜你 yeah man yeah yeah it's ok yeah just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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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没事 go go 好 希望这 有机会加一件 加一件 I mean we don't even know 我们都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谢谢你啊 没事 让我烦恼 那简单的就 就给你了 ok 嗯 好了 没问题 好 辛苦 妹妹 喝点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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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失落 就今天这种 投票决定谁走的方式 我觉得挺难的 我觉得刘聪 其实一直在 为这个节目 在订阅中 出谋划策 小麦他其实一直在 两边跑 其实付出的特别多 曾哥他的大提琴特别吸引我 那把大提琴是有故事的 对于我来说 我是非常喜欢曾哥这个表演 麦恒利这边他也是很愿意去 不停的练习 然后大家相处也挺开心的 认识大家之后我真的 不想任何哥哥做 我宁愿放弃我自己 都不会放弃他们 作为队长 心中极致的难受和自责 我非常肯定 麦恒利在 这次比赛中的努力 他尽了全力了 所有人都收拾自己 黄征 他的能量 他的闪光点 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是由内心地 称赞他 刘冲啊 属于这种为了艺术 为了自己执着的东西 不顾一切往前冲的 接到办事处为你莫福利 接到办事处大哥照顾你那那 这时候我就非常的纠结 不管怎么样 什么结果都要接受 然后还得做出决定和抉择 优优独播剧场 继续播剧场 词营 许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吃饭了 我不吃饭 走走 坐 来 坐下 在票上写的两个名字 你写的谁 能告诉我吗 你可以不记得 我留的谁吗 我希望谁能留的吗 我写了春哥和东哥 那也意味着 你舍掉了自己 嗯 没事的 我其实已经做好辛苦了 我不想看到我们队里任何人走 我觉得你进步了 你选择了自己的淘汰 坚定的男子汉 努力过 有担当 我已经学会去方平心态了 我们用男子汉的方式 拥抱一下 我用男子汉的方式 我用男子汉的方式 由我们的男子汉的名字 好 行面对吧 我做个回来了 然后 狗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节目 我感觉到很挫败的感觉 真的真的 真的很 就是 没关系 而且我感觉 刚认识一个人 然后才刚要跟他 很紧密 然后 你不知道谁离开对不对 我不知道谁离开 谁谁走 你 我要玩一玩 我受不了 你别哭了 你哭了 我说过已经不哭了 我说过已经不哭了 我觉得很可惜 这到底是谁的损失呢 我要怎么去理解这一切 很难 很难 咱们就经历了好结果了 那些话我就不说了 一个拥抱代表了 他真的特别的 他真的特别的好相处 帮忙这里帮忙这里 你要练习 要干嘛 他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埋怨 他走了是对我们团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终止 我真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我确实被打击到 就是这个非常的不喜欢 你看他那么努力的 他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 我会加入 就是 哎 大甴 调查 在披荆斩机的哥哥玩这六个秀 训练了132个小时 虽然我这次走 我肯定会难过 有很多遗憾 但是如果大家能看到我 带领这些大哥们去尝试跳舞 而且出一个好的作品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 让我很满足 我觉得我来这里也是值得 这场演唱会的赛制 又继续的升级了 单人solo赛道 这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双人合作赛道 两个人 双家合作阵营赛道 我就是想尝试rap 我没说受伤 绝对打 他们solo选歌曲 我可以玩各种兵器 绝对打了 我觉得咏春嘛 文春 真挺急 请问你拿的是几号 你不用管我拿的是几号 你是几号 你告诉我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要是你偏爱拿的事都 你跟我们兄弟大鱼比赛 三万天演唱会马上开始 这次是要真的 是真的有人会议 他们要如何 我们就奉陪到底 今天我们推理车要进行一场 《狼人杀》 天亮了 我先跳我是预言家 我是个预言家人 昨天晚上验了六号 六号是狼 我是那个李乌 我是女乌 我是用解药救的六号 我是自己救了自己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心谁了 睡吧 被阻一边了 昨天晚上有两个人死亡 被骗的团团转 接下来进行辩论环节 首先睡不着 你才能起不来 如果你认为起不来就已经很痛苦的话 那么睡不着 那就是痛苦的根源 一定是最痛苦的 你为什么睡不着会觉得痛苦 因为你睡不着 你担心的是你明天起不来 所以是起不来更痛的 起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你身边没有像 这样的人 你马上一个礼于大厅 你就马上起来了 本来没睡够 一直在听熬选在 特别痛苦 天哪能睡不着 我觉得废话是该说的 就不用想 废话能说吗 是不是 一定该说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已经知道一个道理 说废话不该多说 还要说的 因为呢 我本身就是一个废话很多的人 对 我想说 KG展席的哥哥 比这个节目好路多了 完了 别理他 走 走 别理他 装的 他是装的